柯文哲今天下午2點多 突然來到屏東的離港 跟民眾合照 並且到附近的信仰中心來拜拜 而其實他今天本來 白天沒有任何的公開行程 而是到了晚上 會在屏東的橫村開獎 不過我們知道 其實趙少康以及國民黨的獎案 今天晚上以及白天 也都會在屏東出現 因此也看得出來 這個柯兵臨時的增加行程 似乎有意跟藍營來互別瞄頭 而至於是不是特地增加的行程 稍早他沒有回應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他來到現場 不但廟方趕緊的來安排參拜 而且也有一些民眾排隊 要跟他合照 而到了晚上 他則是要到屏東的橫村來進行開獎 不過趙少康早一步 大概五點左右 就會先到橫村來造市 而晚上會到東港 也因此他事實上另外相對而言 到了離港比他早一步到港 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況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